大部分公司都會提供有新病假的福利 相信不少大公仔都試過懂得 有時炸病偷懶不上班 社坡一次半次磨上大雅 但次數頻密,分分鐘影響市場 美國優價管理員提供商近日分析發現 8月24日是全美在整年中最多人請病假的一天 甚至跑贏流感季節,原因不明 第二個最多人請病假的日子是2月13日 也就是2022賽季第七屆美式足球超級換之後的星期一 由於翌日是情人節,請假動機上檔可異 同時,醫院在色列重災月份 全美企業平均有10%員工請病假 其次是4月和12月 美國員工請病假的頭號原因是遺病 超過一半人提出 超過了緊佔缺勤率25%的新冠肺炎 9%人因為焦慮或壓力 6%人因為肌肉骨格損傷和骨折 雖然,美國1.35億大公仔裏 有1000萬人請了超過20天的家 不過,都有超過四分之一美國人 在2022年沒有請過一天病假 香港有網民總結過 平均2至3個月請一天病假 為之正常頻率 輻射、嘔吐、頭痛、散水痘 以及扁桃先發炎人氣的身體不適 都會影響打工制辦事效率 同時,也是老闆最容易接受的5個請病假理由 當然,都要視乎公司慢慢 以免放假後的工作量超出負荷